手便当作放下警察 来手举起来 手举起来 有鉴于近年来诈骗集团猖獗 行政院整合相关机关成立打炸国家队 启动首波为期12天 全国同步打击诈漆专案行动 总共查获诈漆集团408团 积压144人 扣案不法金额高达1亿297万多元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特地到刑事局试查 除了感谢相关单位的努力 也宣示政府打炸决心 穷凶极恶非常令人痛心疾首 作坏非常寡刺 而利用诈骗所得炫富逍遥 都是做这种毫无节制的折米党会 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因此政府既保护国民 维护经济稳定 逞凶华恶 我们用尽心力 刚刚在自然外报上 我们对层出不久的犯罪手法 特别成立新世代的打炸 这一个策略方案跟行动的跨部会主群 我们结合内政部 军管会 冲船会 法务部 跨部会合作 我们看到各部会用尽心力 冲管所属大家 打出办法 尤其我们新任的警政署长 黄署长 是前的刑事警察局长 我们以局长 刚刚昨天交接上任 我今天就特别来 要特别的记忆 也要鼓励 也要感谢 我们成立新世代 跨部会 打炸策略 这个联盟整个起来 我们短短12天 就破了400多件 移送了2000多人 查扣了 不划所得 一一多 非常有显著效果 我要表示 肯定跟感谢 也鼓励大家积极合作 面对层出不穷的 分岁所晚 绝不索乱 而且要日心又心 我刚刚提 合并增加14亿 要做这方面 努力 也贴更多的 机具设备 人力 今天来关注 诈骗集团的嚣张 同时也鼓励 打蛇打头 对情节情网 对付华 组织 或者 犯罪 结构 这些集团 这些 整个 走二 以及 他的连线 或者变形为其他公司等 都一定要追到 受联 打起 壮根 打炸行动 扫荡重点 针对诈骗集团 借由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者 及转账水房 隐匿不法账款 深入追查个案金流 以及集团共犯幕后金主 及操控支组织帮派 共查获设诈 及第三方支付之 非法公司 11家 犯险55人 并由法院裁定扣押 达7262万多元 展现政府扫黑帮 打炸七 断金流的决心 记者零期会 台北报道